混沾國中前面的學區 就是這麼樸實無華 你看 完全看不出來是學校啊 完全不知道他減速啊 突然有小朋友跑出來的話 可能就啪 人家學校學區門口 就只有一支萬年黃閃燈而已 沒有任何其他的標誌 不管是人、車、處理 其實都很危險 新加坡呢 在外車車道 幾乎沒有車在圍停 或者是暫停臨停 就在旁邊這個地方 進去就是家長的接種區 設計兩線道 就有兩線道可以開車 反觀台灣呢 最外側的車道要肩負 計程車 公車停等 上下人車貨物 沒有妥善設計的停車空間 就容易違規並排停車 我228連假的時候 帶著全家大小 拖著拖車 開特斯拉 去台三線回家的時候 被拍了測速照相的超速 超速多少呢 超速12公里 而且我記得台三線 全線都是60公里吧 怎麼會突然變成50公里了 在台旁邊 哎原來那邊是學區啊 哎我的學區超速 廢不可設吧 但事情沒這麼單純 我看完Google Map街景圖 才發現 這邊的陷阱非常多 這個學區 真的能夠保護學生安全嗎 正好我下兩個月 要回去新加坡 新加坡的學區設計非常的棒 我們今天就先帶你回來 看看台灣的學區 到底有多賴 待會再來比較一下 新加坡的學區 他們到底怎麼設定 魂沾國中前面的學區 就是這麼樸實無華 你看 完全看不出來 是學校啊 完全不知道他減速啊 突然有小朋友跑出來的話 可能就 啵 你應該是降到大概30左右 然後呢 路面鋪設各種明顯的東西 地上寫個school room 有些在學校的學區門口 就只有一支萬年黃閃燈而已 沒有任何其他的標誌 不管是人 車 出入 其實都很危險 不過好在至少 他們鋪得很輕盜 你看還不錯 你看 這邊有 那邊也有 那邊一直到7-11嘛 這邊我們看看 要哪一個地方去 走 走走走走 沒了 然後一直在 斷得很奇怪 他正在一個花式的前面 就是這樣子 切過來 那邊大概是沒經費的 台灣政府對於學生的保護 就是差一支 小小的藍色學校 然後告示牌 加上測速照樣機 就收工了 簡單的設置 卻對少子化有莫大的貢獻 連人心道都做得零零落落 對於學生的安全 可以說是一點都不在乎 速限也不分時段的降低 就算平常沒有人上學 也一律要降低速度 我現在人又來到新加坡了 我們再看一下 新加坡的學區設計 跟台灣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新加坡呢 一般的道路速限是 限制在60到70 那市區道路的話 像這個地方大概就是50左右 那到學區的話 就直接降到40 但怎麼降呢 沒有錯啊 就是需要說再降就好了 有燈亮的時候再降速就OK了 這樣是可以保持車流順暢 而且只要在必要的時候 把速度降下來就好了嘛 這邊也可以看到 遠處的這個地方 其實是沒有圍欄的 但進入學區之前呢 這一塊 有個綠色圍欄長長的 一直延伸到學校這一塊 除了前面的防曬展燈之外呢 進入學校之後 還會有一個Slow跟School 在遠點可以看到 這邊會有一個紅色的大色塊區 你根本無法忽視掉 學校的區域已經到的這個事實 另外我剛來新加坡的時候 有些事情讓我覺得很奇怪 新加坡呢 在衛車車道 幾乎沒有車在圍停 或者是暫停林庭 後來發現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都把這些 林庭的外部成本 直接內部化 就像旁邊這個地方 進去就是家長的接種區 反正就是這樣 把不好的事情外部化 因為沒辦法地太貴了 如果說地很貴的時候 你勢必又要把很多的公共建設 推到外面去 而且其他根本不用說 光是這個人行道 就先有60分了 而且上面竟然還有全部的遮音 所以即使現在是11點多 大太陽30幾度 我還是覺得走起來還算舒服 新加坡政府對於學區附近的交通 都有一套統一而且完整的設計 這種得來數的設計 家長可以安心的把車子 開進學校內接送小朋友 而且司機要送貨送便當補貨 都可以直接開進去學校內暫停 非常的安心 鏡頭再換到隔壁的公宅 所有的汽車要停車 上下人、車、貨都可以直接 彎進去社區的停車場 但裡面上下車安全又安心 設計兩線道就有兩線道可以開車 反觀台灣呢 最外側的車道要肩負 計程車、公車停等、上下人車貨物 沒有妥善設計的停車空間 就容易違規並排停車 我們其實常常在自豪說 台灣就是東亞第一個民主的政體 但是說真的跟新加坡比起來 我們真的有過得比較好嗎? 新加坡在三、四十年 真的反超狠狠打臉台灣 以上就是這支影片 我們來比較新加坡學區跟台灣學區 差異到哪邊 那也希望政府的相關單位 如果說有機會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拜託我都已經把資料找好了 影片都拍好了 實際考察做完了 你們就直接照做就OK了好嗎?